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來 北美奴隸組 來 你好你好 來 北美奴隸組你好 來 阿恩幾歲哪裡人 我是 江蘇長洲30多歲的人 江蘇長洲的網友來 長洲網友你想說什麼 我剛剛看了那個約克和那個大佬的 對話 我其實感覺很多東西沒說透啊 譬如說 那我就是有感而發 誰沒說透 什麼東西沒有說 譬如說約克問了一個問題 我現在這麼強大 我為什麼要 就是不展現出來呢 其實我對這個問題倒挺有研究的 OK 譬如說我們有兩種 我們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兩種邏輯 一個一個叫 一個叫 反求諸己 反求諸己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一個叫 自由張揚嘛 你可以認為這就是自由主義 那這兩種文化會誕生哪裡 兩種博弈策略 一個叫戰術試強 就展現我的強大 戰術試強 OK 在短期 在一個小的博弈結構裡 展現我的強大 讓你對我居服 那你居服於我之後呢 你就會在交易中被迫付出更多的代價 那這個策略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呢 不斷的勝利 不斷的累積利 直到讓我的對手被淘汰 就像美國的所有企業一樣 他都是說我有多高專多牛逼 我要高利潤力 很好的股價 最終把對手擠死 中國人喜歡的策略 叫什麼呢 叫戰略示弱 戰略示弱 OK 其實在相當長的一個結構裡 我們能而視之以不能 具體的策略叫 得小力 然後準備關鍵的戰略 關鍵的戰略 就決定性的戰略 所以說中美是一對完美的組合 一方喜歡戰術性的事情 一方喜歡戰略性的虛弱 你就看到了 中國這邊一直在說 我這邊還不行 美國很牛逼 美國我這邊行得很 因為大家都要相信我 我牛得很 就是我之前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叫10年之前 我們的一個陽城晚報 就是山東那邊的 不是 反正不是陽城晚報 是山東那邊的一個報紙 官方的 他說中國到2050年的時候 可能成為世界GDP的前三 也就是說這個口徑是代表中國官方的口徑 他說中國到2050年才有可能到前三 這是10年前的 那這就說明了我們中國人 我們就是喜歡這種 把自己看得低一點 謙卑一點 戰略弱一點 然後約克 我十分理解 其實我跟約克的思路是比較相近的 我其實是比較戰術士強的 對 因為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美國文化熏陶下長大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的思維 決策的思維是比較像美國人的 就是在短期內 我要展現出我的強大 然後收穫對方的尊重或者利益 這就是 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 我想談 一談 共產黨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就是說長期目標是什麼 就是說 怎麼說呢 先做個結論 講共產黨目標是從美國的手裡 接過整個世界的貿易體系 變成世界霸權是不是 不是霸權 自由貿易的合法性 就是那個皇冠 自由的皇冠 從美國手裡 揭下自由貿易的皇冠 對 因為 自由市場 自由貿易的根基 和你的經濟交流 會導致我的生存威脅 那理解吧 但是 又有一個點叫 你是不是我的生存威脅 你決於你的能力 而不是你的意願 所以我們以一個東南亞國家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中國打台灣 如果真的動手打台灣的話 多打多久 多打多久 是合適的事情 如果中國能夠在非常極端 幾天之內把台灣打下來 這會讓所有東南亞國家都感到非常的恐懼 因為 到這時候你的能力展示出來 你的能力太強了 就是你的能力就已經是我的威脅了 這不關乎你的意願 你就是全東東亞的公敵 而如果你打了一個月或者7天到一個月的話 可能在東南亞國家 這符合我們對你的客觀估計 我們不會說 而且你說了你只要台灣 就是這個問題 雖然我個人 我是很主張要 軍事暴力的 但是客觀分析來講 叫做自由貿易的合法性 你不能去破壞它 你想要完好的從美國受理 接過這頂皇冠 所以你打仗 打人 一定要有一個非常正義的理由 一定要讓別人展示 是他逼我的 這就是共產黨的長期戰略 其實中國是美國貿易體系的最大受益者 就沒有美國打造的貿易體系 我們怎麼把我們的商工業品 傾銷到南美去 傾銷到歐洲去 傾銷到非洲去 對吧 我們必須承認 美國這個自由市場 我們是最大受益者 你要是把美國 一小心把這個 皇冠也給打碎了 今後你還得自己花大力氣去跟別人說 我不是你的威脅 你要跟我做生意是好的 就是這麼個 就是這麼個道理 好 然後最後呢 當然你也得考慮一件事情叫做 萬一和美國徹底翻臉 怎麼辦呢 就比如說美國的智庫 他推測中國建來水海軍的目標 是把 美國趕出東亞 對吧 但是我覺得 他這個 邏輯可能 就是把我們看得太輕了一點 因為 造反不徹底 你就是懂得 就比如說 你在東亞把美國打了一頓 實現了一個戰術小目標 把美國趕出東亞 趕出台灣 趕出疫苗鏈 之後的結果就是你被全世界圍剿呀 美國的國際聯盟全世界都圍剿 這是不合適的 你要造反 你已經說了我要造你美國的反 你就務必要把它打到爛為止 就比如說你打下個台灣之後 你被全世界制裁這日子不好過 你要幹就要幹票 那可能這就是 我覺得共產黨在戰略示弱方面 他可能是在為這個做準備 而不是說我打下台灣我就好了 打下台灣之後麻煩事情多得很了 對吧 這就是 從這個思路來講 這就很符合我這個思想的 他叫入關黨的一個理念 要幹就要幹黨的 你打台灣被人看出來 你就是蠻蟻 要打 就要打進官裏 要成為 要幹就幹大的 要幹就幹大 OK 謝謝謝謝這個北美奴隸組 謝謝 拜拜 好來 下一位 su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 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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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 工作人員 劉제를 退去 表 鬥 進